身身一鞠躬 總統馬鞭九當選連任成功 第一個要謝的是新北市的支持者 全國最大票倉贏的對手二十四萬票 馬鞭九說新北市民的鄉挺是勝選 關鍵 陪同馬鞭九的 除了即將接任副總統的吳敦義 還有新北市長朱立倫 馬鞭 提醒自己 也說給可能是國務黨 未來二零一六接棒人選的吳朱 兩人聽 要繼續選票 流失教訓 未來施政 不要再讓民眾無感 馬鞭九下午以國民黨黨主席身份 在中常會主持選後檢討會議 馬鞭九說這次勝選不是個人的勝利 而是代表所推動的政策路線勝利 不過緊急對手八十萬票 馬鞭九點名包括立委提名 服選機制 甚至競選的技巧都有改善的空間 並且要求行政部門檢討 哪些政策做得不夠好 因為有檢討才有進步 有進步才能保證繼續執政 除了選後檢討 外界關心了內閣重組問題 馬鞭兩人近日來已經就內閣布局 展開討論 現在有消息傳出 馬總統宣布提名新隔魁人選的時間點 可能就在二月一號新國會上任這天 無內閣總辭 接著就有新隔魁籌組內閣 但是府院都還不願透露內閣新人士的訊息進度 謝謝林璇 謝啟文 新北市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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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